以前,以前她对她说的话实在是太多了,江雪凝想不起来到底是哪一句,于是只能迷惑地看着她。 但燕林只是笑了一笑,并没有再多言。 只这一耽搁,这一支从来没有人见过的军士便已经来到了近前。 轻而易举与新州军成对质之事,若论兵力,竟然未必输上一筹。 李显眼皮都跳了一下,看向谢威,谢威只看着,没作声。 然而沈郎却是欣喜若狂,在无先前在谢威面前委屈求全的姿态,那种帝王的风采突然间又回到了她的身上,让她振臂大笑,我就知道,到底是我皇族的血脉,绝不会辜负我一番苦心。 新州军上下顿时如临大敌,可谢威似乎并不意外,她凝视着神指一,指一笑,轻轻抬手向身后一摆。 燕林看她一眼,便对全军上下道,为公主殿下让路。 这命令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。 然而从边关到京城,一路征战下来,作为他们的统帅,燕林已经建立了足够的威信。 根本无需解释一句,所有人虽有困惑,也还是迅速如潮水,一般退开。 原本被围的铁桶般的太极殿前,便让出了一条道。 神指一看向谢威,也看见了角落里,带了几分疑惑,望着她的江雪宁。 那一刻,她脚步有片刻的停顿,然后便垂下眼帘,竟无半分畏惧,带着一对黑甲兵,如同一只利剑般,从新州军阵中走过。 援兵寄来,沈郎还有什么惧怕? 这都是当年先皇曾遭平南王谋逆一役后,为了防止此类叛变再次发生,所留下的后招。 用皇帝的司库,秘密于直立,天津两地交界之处,豢养军兵。 世代只听命于皇族,非皇族血脉持兵符掉遣不能动。 她只觉胜券在握,倒觉得这个自己以往看不起的妹妹,前所未有的顺眼。 于是向着谢威冷笑道,你以为朕当真会束手就擒吗? 早在得知新州生变时,朕便有新筹谋,使周银芝给乐阳送去了半枚兵符。 三日前,朕又在诸多朝臣中左挑右选,派了张哲送去盛下的半枚兵符。 周银之狡诈,朕许以重力,张哲轻正,朕小以大义。 他们二人绝对能够保守秘密,还能在你眼皮子底下把这两件事做成。 张哲轻正,保守秘密? 前半句谢威是同意的,只不过后半截吗? 他想起那日,这位刑部侍郎一点也没遮掩地坦荡道明自己来意,抖得笑了一声,静向江雪宁看了一眼。 沈郎对此,却是半点也不知晓,目光从地上那躺倒的尸体上一掠而过时,屈辱之色便浮现在他眼底,使得他一张脸都扭曲了起来。 这一时便静止下了令。 他刀指谢威,朗声道,天教与新州军合谋叛乱,而等速速将贼手拿下,为朕平乱讨逆。 太极殿前原本就有不少的兵士。 皇帝一说,援兵来了,所有人都振奋起来。 几乎在沈郎一声令下时,他们便操起刀枪,朝着前方冲杀而去。 新州军与天教这边更是下意识以为大事不好,早已如一剑紧绷在弦,一触即发。 持刀剑者怒发冲冠。 后方的弓箭手更是数千只凋零剑如与击射而下。 太极殿那点兵力又如何能与新州军相比? 更何况对方占据弓箭之力。 顷刻之间,沈郎身后便倒下了一片,他面上忽然出现了难以置信的恶然。 因为,在他一声令下之时,立在台阶之上的沈芷一,竟然只是闭上了眼睛,纹丝未动。 沈郎懵了,乐阳,你在等什么? 一种不祥的预感生腾起来。 他暴跳如雷,扯着嗓子嗤骂沈芷一身后那些同样未动的黑甲军。 你们,都是饭桶吗? 朕叫你们讨逆。 那些黑甲兵士面上也并非没有犹豫之色,只是沈郎刚杀过自己血亲。 又是这般瘋魔之态,简直让人头皮发麻。 他们的目光都看向沈芷一。 沈芷一始终没有发令,他们便都扛住了嗤骂,一动不动,默不作声。 谢威冷眼旁观,饶有欣慰。 沈郎终于意识到了不对,他换了称呼,芷一,你想做什么? 沈芷一看见了地上的尸首。 而他的兄长,手上拿着染血的刀。 不难猜出,这里方才究竟发生了什么。 便是和亲那一日,他也从未有过这样的绝望与失望,你又做了什么? 沈郎道,是这让人将兵符交给了你。 你身上流淌着皇室的血脉,就该肩负起自己的职责。 难道你要看这江山白白落到外人手中吗? 沈芷一冷笑,我难道没有负吗? 他在宫里时,性情虽然骄纵,可从来也算是温顺。 这突然之间的反问,几乎让沈郎愣住。 他面色铁青,你什么意思? 沈芷一有些悲哀地看着他,你残害忠良,边关动荡,可去打打和亲的那个人,是我。 你身上固然流淌着皇室的血脉,甚至高坐在这九五之尊的位置上,可你做的哪一件事,对得起自己的身份? 天下之主,万民之载,凭你也配吗? 变了,这个皇妹变了。 沈郎终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,以前所做下的一切事,或许都不足以,使他万劫不复,可眼前这一件,却或恐将葬送他原本筹缪好的一切。 他道,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? 沈芷一大声道,我知道。 沈郎双目赤红,我让周银芝与张哲带给你的话,你都忘了吗? 沈芷一道,正是因为我没有忘,所以今日才会来。 谢威在旁边听了半嗓,突然觉得他们皇室,也有那么几分意思。 沈芷却已经不知道他们俩到底在争论什么,萧太后与萧叔的尸体都已经变得冰冷。 方才的见识甚至落在他身边。 谁也没来关注他,只有人群边缘的方妙着急,趁着无人注意,将他拉到了一旁。 沈郎则看着沈芷一不说话,因为情况几乎已经比他所想的最坏的情况还要更坏。 自己净白白将黑甲军拱手送人。 可沈芷不堪用,其他亲族他信任不过,这才想起了沈芷一,彼时他在新州,又兼有当年依然和亲的民心,理所当然便觉得同为沈氏血脉,沈芷一该站在他这边。 但他想错了,沈芷一回想起信上那些话,还有刑部那位张大人带到的话,只觉自己此前的一生全由旁人波动,一时竟有无限的感怀,便慢慢道,你让人带的那些话,都很对。 若肉强食,若为鱼肉,便不能怪旁人做刀组。 所以今日,我来了,只不过,不是为你而来。 沈郎牙关紧咬,沈芷一看着他道,我为自己而来。 在他说出这一句话时,沈郎那仅存的一线希望便也破灭了。 绝望使人疯狂。 他紧紧扣着那柄刀,竟然朝着沈芷一冲去。 然而,原本就围在周遭控制局面的新州军,几乎立刻反应了过来,也不知是谁脚快,竟然一脚将人踹倒在地。 近些年来,方氏们尽现所谓的仙丹,他又不断服用五弹散。 原本算得不错的身体,早已经被钥匙与纵欲掏空。 这一脚力道下来,他腿骨几乎折断,趴伏在地上,根本爬不起来。 一张脸,更是彻底变得猙獰。 然而所有的怒气,都是冲着沈芷一去的,你怎么敢? 你姓沈,你身上流着皇族的血脉,你怎么敢这种时候落井下石? 沈芷一眼底的泪滚出来,只问,我去和亲,自该是我身为一国公主所应当,是我自愿。 可你们作恶在先,昏庸在后,软禁我,逼着我去往千里边塞,满一只地时,可曾想过。 我也姓沈,我身上也流淌着皇室的血脉。 这一句,到底是透出了几分恨来。 沈郎的刀落到地上,人虽爬不起来,却斥骂不止,哪里还有片刻之前嚣张的姿态。 谢威走过去,捡起了那把染血的刀,叹一声道,看来没有人能救你了。 沈郎历声喊,沈芷一。 沈芷一闭上了眼,似乎在隐忍着什么,只是这两年来的所见,已经让她清楚明白地知道。 有的人该活,有的人只配死,但沈郎到底算她兄长。 这一刻,她缓缓睁眼,看向谢威,放低了自己的姿态,请求她,恳请先生念在往昔情念,留她一个全尸吧。 谢威凝视着她,竟然笑了一声,答应了她,好啊。 然而下一刻,手起刀落。 如铺的鲜血,溅红了所有人的眼,一颗脑袋骤然落下,咕噜噜地站着上温的鲜血,滚到了沈芷一脚边,一双眼正好翻过来,其态争鸣可怖。 众人回神时,沈郎已伸手一触。 有些文臣已经受不住这般血腥的场面,捂住嘴,强忍胃力地翻涌。 沈芷一身形将了片刻,在低头看清沈郎那一张死不明目的脸时,垂在身侧的手指,到底还是紧握着颤抖了起来。 她抬手看向谢威,这就是她答应的刘全师。 这时便是最迟钝的人,都发现情况似乎有些不对了,分明不是一定要生死相争之局,谢居安可以非要做到这般残忍决绝的地步。 连将雪宁都愣住了,好像有许多她不知道的事情已在暗中发生。